大家好,我是启哥,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杜秋娘是什么朝代的人 揭秘大唐第一才女,沦为世界悲惨一生 古代的美人命运本已多喘 美而会又没有良好出身庇佑的更是飘零无一 说起杜秋娘的名气,在当时的江南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她不仅容貌美,歌舞更是一绝 杜秋娘是江南润州人,也就是现在的镇江人 生于唐德宗真元年间 因家境贫寒,杜秋娘从小被迈进青楼 青楼女子地位卑贱 但杜秋娘却出落得如神仙姐姐一般 飘逸淡雅不落凡尘不染俗气 仿佛荷花一枝,亭亭静之于水上 她十五岁时便出落得风姿绰约 亭亭玉立不仅占尽了江南少女的娟秀妩媚 而且能歌善舞琴其书画 更是了然于胸一时风靡了润阳的大江两岸 她每天抢言欢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言底却是哀愁 对于普通的漂亮姑娘 因为世俗,她不会考虑那么多只考虑要么从良 要么算点钱,以防老无所依,想问题也比较实际 才女则不同命运,赐予她们敏感于常人 的纤细神经和对痛苦超乎寻常的洞察力 是的,杜秋娘是痛苦的 不然她也不会唱出那首流传千古的诗 劝君莫吸金吕一,劝君吸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虚折,莫待无花空折之金吕一 当时李奇也是去青楼的常客男人嘛,需要放松 尤其是野心勃勃的男人更需要这种放松 而且古代的青楼很有情趣,有美有爱 李奇听了这句词,眼睛都直了看着杜秋娘 怎么看怎么明艳动人,她竟然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于是她替她赎身带她回府上,因为她身份低微 只做事件并未给她名粉 其实像杜秋娘这样的出身,别说入宫为妃 就是嫁入普通光患人家,都是难遇登天 她是怎么被献宗挑上的呢? 而且还是二嫁之身 李奇并非一般光患子弟,是地方节度时 是有资格逐鹿中原,一争天下的 她为人非常有野心,并非寻常男人可比 她很喜欢杜秋娘的金女衣,因为她经常唱 所以流芳百世,说起来害得杜秋娘守寡的 还正是她第二个老公唐宪宗 唐德宗真元21年,也就是公元805年 唐德宗李氏驾崩,李宋继位为顺宗 这位皇帝常年卧病在床,无力处理朝政 在位仅8个月就缠位给儿子李纯示位宪宗 李纯少年登基年轻气盛,一登龙位就决心 扭转藩阵割剧的分散局面 因而采取强制手段试图削减杰度使的权力 而当时身为镇海杰度使的李琪对此却大为不满 依仗手中的兵力,竟然举兵反叛 但很快这场叛乱得到平息 李琪也在战乱中被杀身亡 李琪被杀后,杜秋娘就进宫了 被没入耶庭成为奴婢 譬如追尖在囊容貌与才华是很难长久隐藏的 很快,她就在宫女中脱颖而出 以曼妙的武姿和清丽的歌声 让唐献宗为之着迷了 唐献宗本来不是什么明君 但因为遇到秋飞 心里很安定,竟然生出进取的心思 加上秋飞也常常劝她 以政务为重,她竟然听了 将朝政打理得很妥贴 唐朝有了一段安静的小时光 秋飞出身虽低,但身名大义 从不添乱,而且很明示礼 所以即使献宗去世,穆宗即位 对她也是很敬重的 献宗非常宠她,因为她在六宫五宠 虽然她没资格当皇后 但皇后也享受不到她的宠爱 唐献宗对她评价非常高 她说道,朕得一秋飞足矣 唐献宗晚年沉迷于仙丹 身体衰弱脾气暴躁 经常打骂宦官,最后竟被宦官所杀 可怜的杜秋娘又成了寡妇 元和十五年就是公元八百二十一年 新春刚过,李纯正值盛年 却突然龙玉归天 二十四岁的太子李恒即位 是为唐穆宗改元长契 此时杜秋年已进宫十二年 年余三十人老诸皇 被指派为牧宗之子李凑的保姆 负责皇子的教养 杜秋娘自己没有孩子 便把一腔慈母之爱 倾注到李凑身上 而唐牧宗礼衡即位后 好色荒淫沉迷于声色全貌之中 布玛二十八岁就不明不白的驾崩了 这时年方十五的太子立战 继位为唐靖宗 但他只知道打猎油丸 布里国士即位不到两年 又在宫中被刺身亡 杜秋娘悲凉地看着朝政的更迭 唐朝再也无法回到 霓裳羽衣武时的盛世 只留一个七处的惨淡的背景 大唐帝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渐渐衰落下去 杜秋娘回归江南 再到润州的金陵渡口 只见深水依旧 然而人世全非 不禁悲从心来 老泪纵横 恰好此时 诗人杜牧前往江南 路过金陵渡口 见杜秋娘满头白发 一脸皱纹不胜感慨万千 便写下了一首杜秋娘诗 诗中写道 荆江水清华 生女白如枝 期间杜秋者不劳朱粉诗老碧 急身住后亭千双眉 秋迟欲甲 醉语唱金吕一笔 记白手 盼秋 易红类姿 无相落日杜拔案绿杨锤 连居见天子 盼免读依依 他被贬为庶人 后来穷困 并愁死在南京 自古红颜多薄命 果然如此